大家好,我是Music Unit的呂先生 今天音樂小八科繼續邀請余師傅來 介紹一些音響上的零件 余師傅,今天又帶些什麼來? Wing Wing,你經常打電話來問功課 我記得你好像今早又來問我 什麼叫A類,一會兒又是AB類 我刻意過來帶了一些龜板給你 講一下一些抗音機上的A類,AB類的分別 這些龜殼是否熬湯的龜殼? 這個應該是屬於80年代 你看到這裡寫著有個84 這個是84年的 當年風魔音響界的一對Power管 都很精彩的,這對叫15003、15004 熟悉裝機的發燒友可能都認識 我記得你經常說很多關於原子粒機上的東西 這個除此之外,我亦都帶了一對FET 又是同期的FET 這一對是日立廠的 2SJ49和2SK134 這兩對管當時都很風魔音響界 說到近期已經不用這些龜殼 俗稱這些叫大骨牌 你看到現在我們的抗音機 大部份都用這種尺寸 它很容易安裝 至於你剛才所提到的一些A類或AB類 我們一般是指這些輸出管 即輸出級內的工作電流 這些輸出管內的工作電流 就是視乎功率 例如我舉個例子 這部機全功率是行2.5A電 當這部機開啟機 它全功率是行2.5A 幾大聲或幾小聲 喇叭吃多少都好 它都可以行2.5A 這種我們稱為A類機 有些機是這樣的 你提到的AB類就不一樣了 它的代機電流會很小 小多少呢 小超過一半 比如我剛才說是2.5A 可能它的代機電流 只剩500mA或200mA 那些我們稱為AB類 我想問問 如果AB類來講 是否可以行A類之後 功率大過A類才行B類 還是它兩個一起運作呢 我明白你說什麼 它在200mA的時候 有些人就說 我小功率的時候是A類狀態 你不可以說它取巧 事實上是 但當它大過某一個功率的時候 它就隨著你的音樂訊號 又或者你的功率大的時候 它的電流會加大 這種就真的叫AB類 你是說得對 我又帶一帶的話題 原來有些會比AB類的電流更小 甚至是50mA或100mA 很小 50mA或100mA是怎樣 比你剛才說的更小 它是靜止在這裡 小聲才會給電流 再大聲才會給更多電流 那種做法 那種我們叫做B類機 它的特色是什麼呢 B類機和A類機的音質特色有什麼不同呢 因為坊間有很多人說 A類機普遍是比較漂亮的 我不反對A類機是比較漂亮的 但也不代表A類機是佔優勢的 因為為什麼呢 當你要做到大功率的時候 往往是在AB類裡面是佔優勢的 至於原本的音色裡面去衡量 可以告訴你 100%A類未必一定是佔優的 我曾經說過一些動態A類 到底是什麼呢 是 有的 動態A類這件事 它主要是標榜自己的機 在AB類工作 只不過它每次當音樂訊號提升的時候 它是比你音樂訊號更快去供應電流 這種東西可以說有些堅密在這裡 有些噱頭性的 我都會形容這些都是AB類的 歸類的 不屬於純A類的 歸類的 我們一般Ambify 我也有個方法可以知道 這部機是否A類 如果你有一些簡單一點的電流錶 可以串著去看這部機 這個後級一啟機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的電流錶 是固定了一個位置 不動的 你開始給它音樂 你發覺音樂越大 它的錶越高 是 那些一定是AB類的 如果你看到那些錶 大小聲的時候 它的針不動的 那些就真的是A類的 即是不動它便是A類 然後音樂上 它便是AB類的 又可以簡單來說 常規的A類100瓦 每邊100瓦機 它大概的耗電量應該是400火 如果插了這部機 你發覺這部機真的有400火 即是正應這部機 真的400瓦 即是正應這部機 真的400瓦 在一些很微細的環節 其實我們都可以留意到 這部機 究竟是否真的A類 我們從電流錶再看一次 如果 我舉個例子 這部機的輸出功率 是100瓦 每邊100瓦 它的功率的食電 就是400火 它的耗電量 200瓦即是8發火 是否很大 是的 是很大的 還有一個方法可以計算 比如128瓦的A類機 就不是很多人都有 我用50瓦去舉個例子 50瓦的機 一般它一邊 耗電量是100火 如果50瓦的功率 兩聲度計 其實5-4 中2 就是200火 它的食電量 剛剛好是200火 用這個方法去計算 就很簡單知道 魚魚師傅 我聽人說 膽機都有分A和AB類 是甚麼 是的 膽機的確有分A類和AB類 下集告訴你 今天很感謝魚魚師傅 介紹A類和AB類 給大家認識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LIKE 如果未訂閱 記得訂閱我們 或者在下面留言 有甚麼問題 我們會盡量解答你們 今天就這麼多 拜拜